一百年前,37岁的爱因斯坦推翻了牛顿让苹果掉在地上的万有引力理论,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广义相对论,离经叛道地解释了宇宙最核心的规律。 广义相对论认为,时空就像是一张巨大的橡皮膜,而在这个膜上,如果放一个质量很大的物体,比如地球,这张膜就会凹下去,也就是周边的时空发生了变形,弯曲。 再放一个物体上去,比如太阳,又会使时空发生变形,地球就会沿着这个已经弯曲的时空运动,也就形成了地球绕着太阳转圈的状态。 基于这个理论,爱因斯坦后来提出,这种对于时空造成的形变,可以在宇宙中以光速传播,并以引力波来命名。 但他遗憾地表示,这种形变实在是太微小,人类想要测量是不可能的。 一百年来,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几乎通过了每一次的验证,因此也被认为是目前人类最接近宇宙真相的理论模型。 但这个伟大的理论还差最后一块拼图,那就是爱因斯坦的预言,引力波,还一直没能被人类找到。 后来,随着路易斯安奈与华盛顿的两个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,同时接收到了来自遥远宇宙的引力波信号。 这项前后花费四十年,近十亿美元的实验,终于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,并让他口中的不可能测量变成了可能。 人类知道,时空波动了。 每一个引力波天文台,都有两个相互垂直的,长达四公里的真空管道构成。 只要这种时空的连依,如爱因斯坦所预测的那样到达,那么被扫过的地方,物体的长短就会发生变化。 真空管长短的变化,敏锐地反映到了管中激光的路径长度上,并最终引起两束激光的干涉图样的变化。 为了检测出这种极其细微的变化,引力波天文台的精度达到了10的-23次方米,打个类比就是原子核之中的质子,一万分之一的尺度变化就会被检测出来。 进一步地分析证实,这次的引力波信号来源于13亿光年之外,两个大质量黑洞的合并。 根据我们此前介绍的广义相对论,在合并过程中,两个黑洞的旋转造成了时空的弯曲,这一巨大的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向宇宙传播,并终于在13亿年后抵达地球。 这一发现,不仅仅是再一次证实了广义相对论,这个20世纪以来人类最伟大的物理理论。 更重要的是,从此之后,人类除了依靠望远镜,也就是通过电磁波或粒子来了解世界之外,多了一种直接观察时空连一的手段。 更让人兴奋的是,人类对早期宇宙的进一步观测研究也就成为了可能。 在此之前,由于宇宙早期的迷雾状态,光无法带给人类足够的信息,但有了引力波,人类也就突破了这层阻碍,有机会回到宇宙大爆炸的最初瞬间。 毫无疑问,这项研究在人类的科学探索历史上,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 中文字幕提供